其實我經常想著以前的一部西片叫做Dumb and Dumber 是Jim Carrey那一部 如果安哥是Jim Carrey 我是Jeff Daniels 我是Jeff Daniels 一路催眠自己我是Jeff Daniels 這次蒙一然這個角色 其實我是看到有點生氣的 因為我覺得 為什麼你這麼蠢 可以蠢得這樣 你的女兒和姊姊有沒有跟你一起看 她有 她哭得很厲害 蛤? 一圈圈主持 阮兆祥 駐秦 天恩 總有一圈圈中你 今天我們的主角是來自失憶24小時的男主角 Sean 譚俊賢 Hello Sean 這次是Sean 2016年入TVB之後 首部喜劇 做一部黑色喜劇 接到黃心慧邀請的時間 他覺得有點唐突 為什麼他會找我拍喜劇 很驚訝 Are you sure? 是不是真的找我 因為 一開始都是敲我黑面了很多年 突然之間要做 假裝可愛 我又不知道我歲數還行不行 因為很久沒有做了 長哥就是喜劇的前輩 當然我只是懂得演喜劇 其他人懂得演喜劇 每個人都有一個舒適區 那喜劇我真的要向你們取經 因為你說平時 黑我黑面那些 如果對白要穩定程度 我可能10副有7-8副都可以 但喜劇我就不行了 但好像長哥 安哥這些 他們可以很穩定地做到 他的演繹不會太過分 所以這些還要向你偷師 不用了 這次我們看了頭11集 今天應該是第12集 今天是第12集 OK 我覺得很自然 多謝多謝 你跟安仔的整個化學中 我覺得是出來了 多謝多謝 其實我經常想著一套西片叫做Dumb and Dumber 是Jim Carrey那套 如果安哥是Jim Carrey 我是Jeff Daniels 我是Jeff Daniels 一路催眠自己 我是Jeff Daniels 我反而喜歡看 你跟戲中的太太 王君興 因為王君興經常會說你 那種搞笑我也是挺喜歡的 做underdog 這次跟王君興合作 那個火花是怎樣 有很多花火 他性格也是很爆炸性的一個演員 還有這次他加了很多 我們大家加了很多英文 真的好像在外國 一個歡喜冤家ABC回來 但你倆確實是在外國讀書回來 那就會更容易夾 會是的 那你這次蒙一然這個角色 其實我是看到有點生氣 因為我覺得 為什麼會這麼蠢 你可以蠢到這樣 身邊所有的人都知道發生什麼事 正是你不知道 你看到劇本的時候 你覺得會不會這個角色 很難度高呢 一來你又要 你原本都不是一個這麼蠢的人 在這個角色裡面 你是怎樣揣摩呢 有沒有找誰來做一個 我的女兒 我的女兒或者我的兒子 因為其實要找很多表情 譬如那些嘴嘴 幾十歲的人還裝可愛 那些 只要你有信念感去做 就可以了 握緊的信念 但其實很多是 我罵我女兒 然後她的扁嘴 那個樣子 或者我用最直接的反應 去想我應該怎樣做 但這次再看回 《失憶24小時》的 playback時間 你的女兒和兒子 有沒有跟你一起看 她有 她哭得很厲害 什麼事 第一集就是說我們吵架 一吵架就說 為什麼媽媽要離開爸爸 我不看 第一集就哭了 然後就糟了 我又被人綁架了 18年又被人綁架 這個又被人綁架 為什麼你又被人綁架 很多問題 小朋友 那你會不會解釋 有啊 爸爸演戲 我不演戲 我不要看 但兒子會不會平復一點 兒子睡醉了 是呀 每天都明白 過了她的睡覺時間 但看到小朋友的反應 就可以看到 原來他們還是很純真的 他有一件事 就是可以看得出來 他很愛爸爸 他很愛家庭 我們經常有個家庭的概念 就是一定是爸爸媽媽 然後是姐姐弟 就是一個家庭 一個家庭 一個強勁的 這個是不是都是迪龍大哥 和童敏姐姐 這個從小到大的振動 令到你的思想是這樣 應該是的 還有我自己幻想自己的那個 大過了之後應該怎樣的一個家庭 我家庭對我來說很重要 因為事業已經佔了我人生裡很多的時間 那我將其他時間給了家庭 是不是這件事情 就是迪龍大哥 小時候已經告訴你 那家庭是很重要的 我敢說 是很重要的 我敢說我爸爸就生氣 為什麼呢 因為他 因為小時候我就是沒有這個 因為小時候他太忙 他很忙的時候 我經常想往的那個圖片就是 我爸爸拿著公司機器回來的那些 現在我還未希望多些這樣的時刻 是 但是你拍劇的時候都會長時間的 是 那你會怎樣 子女經常都見不到你 那你會怎樣處理 Facetime 哦 即是拍一下地賣位的時候 沒有沒有沒有 放飯 放飯的時候 在拍戲我就很少放電話在身 最主要是放飯 或者自己放鬆的時候 就Facetime 跟你聊聊天 即是吃完飯就繼續做事 嗯 有沒有培養 例如你出門的時候 看見就知道媽媽還是很恩愛 以後我們有個女朋友或男朋友的時間 老公老婆我們都要這樣 家庭的價值觀給了他 這次在戲裏面飾演你爸爸的姜大衛 John哥 John哥跟你這次有什麼經驗 他是一個冷面少將來的 如果你跟John哥談到 他可以很準確地表達他的情緒 一個是老前輩 先不要說他跟我爸爸的恩恩怨怨 其實我爸爸一直跟我說你一定要尊重老前輩 除了John哥所有的老前輩我覺得都應該尊重 所以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 很平穩 我只可以這樣說 沒有什麼特別說high point low point 就很平穩地拍攝這部劇 有沒有令你喜歡做喜劇 就是戲裏面有冷面少將 又有郭障安這些本身做過喜劇 會不會令你拍完之後 他很想再來 他一直都喜歡的 但是要明白自己的能力 因為其實喜劇是 如果你問John哥一定知道 要多量度很多東西 其實是難很多的 就是你叫我按Kill哭 我來吧來吧 但是你按Kill想一個笑話 可能站在那裡 糟了 好不要笑呢 我覺得好笑 但是你不覺得好笑 他覺得好笑 但是我不覺得好笑 但是哭就是 全世界都是這樣哭的 笑點就難捉 沒錯 總之每一行或每一個崗位 都有他的難處 還有他的技術 還有你經常 喜劇是開心的 整個宣傳過程 我又經常很開心 經常做這些動作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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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但是好像現在又變另一個劇是18年 那 season 2 就剛剛開始拍 那又都重新下去了 講話又變成這樣 所以就在人格分裂 所以我跳跳的鍵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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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Sean呢 由2015年進來之後 其實看來好像沒有停過 一步一步看到不同的劇種 不同的時代背景都可以給到一些衝擊 在角色上給到Sean 這幾年在TVB的生活 對你來說最大的體驗是甚麼 我覺得TVB是一個很有趣的工作環境 你也感受過的 其實它跟外面不同 它有很多感情因素在裡面 整天都說TVB一家人一家人你未進去就不明白 你進去就真的明白甚麼叫一家人 因為每天都見面 朝見口晚見面 如果你是同組的話 至少三四個月最少都要在一起 每天都見到他們比家人更多 一定 如果每天都希望在一個愉快的環境下 一定會有付出 你關心一下我關心一下你 所以這份所謂的家人的感情就會慢慢建立 建立了 真的很開心 因為很多朋友可能在幼稚園開始讀 但我可能是讀完書再回來的 但也融入到真的很感恩 看到Sean是一個很努力和很堅持的演員 所以我會進去就要是有不少的